但我覺得你選擇那個玩你都要知道自己去那裡玩什麼的嘛 你去那裡玩什麼你就不是玩那條街那個龍目燈的嘛 你不是玩那條街有無限人逃的嘛 就是你是玩它最特色和最強的東西 你講完之後很啟發我耶 什麼啦 因為你真的說的沒錯是 我覺得生活的開不開心是在乎於你 你說到重點就是其實看你的需要 你好我是Alan 你好我是Tracy 我們今天發現我們在台灣住了三年 我們今天剛好聊天 其實我們當時在香港住的時候和現在住有什麼分別 我們就想一下不如拍一段影片說一下 我們住了三年台灣之後 我們覺得我們以前住香港和現在住台灣 在衣食住行四個大方面我們自己個人喜歡哪裏多些 我們現在就一起和大家分享 現在就GoGoGo 第一就是衣 我覺得說衣 我們談到衣 其實很難說買衣服的方便 所以在大範圍說一下 在購物方面 我們自己覺得在台灣和對比香港 哪裏購物是精彩方面的 購物方面當然是女士說 你自己在台灣住了三年 覺得買東西上面 跟香港有什麼不同 購物上面是 如果在offline就是實體的話 在香港買衣服或是女生打扮的那些用品 我覺得無論從那個款式或是品牌 真的是很多選擇 在台灣我發現原來網購真的很方便 而且有可能就是成為 住在台灣久的時候的一個生活習慣 而且會我覺得有點上癮 就是你在家裡突然想起來需要一個什麼東西 你都可以在網上去搜 有各大平台啦 就是平台啦 有一些什麼PC Home MOMO 然後甚至於女生買服裝 我真的沒想過一些店 他可能有一點小品牌的那種感覺 但是他們都會很容易在Instagram 或是Facebook 他po他們的產品當中 有一些連結你都可以點進去 他們的那個就是interface 超級user friendly 而且就取貨低點很多 就比如說在Seven啊 Family Mark啊 然後還有一些電動店啊 甚至於宅配都有等等 都很方便你去在網上購物 不收到時間限制 不一定要人帶在家裡 你都可以收得到你在網路上面所買的東西這樣 有一次回到香港發覺 買閘藍東西 或者買電器東西那些 其實他好像的種類啊 或者他們的減貨呢 我覺得是減得好像重點 你在台灣買東西呢 就看上去的區很大 看上去的店鋪很多 但是你不知道為什麼 你覺得種類呢 好像來的店鋪差不多 但是呢 好像剛才Trace這樣說 你在台灣買東西呢 你反而你覺得在網上選擇呢 買東西是比較容易的 所以你來到台灣之後呢 有網上購物的次數 還有網上購物的機會呢 比香港大很多 所以我覺得自己來到台灣住之後發現 你會開始慢慢喜歡網上購物 多於去逛街購物 逛街會變成一種消閒和娛樂 不是真的為了求物 我自己覺得 這個是台灣和香港住了來的最大的分別 你這樣說完 好像他們沒有一種比較 怎樣會好一點 完全是那個高的行為的狀態不一樣 一個是在阿富汗 一個比較多 真的是在網上的一種各有各的精彩 第二呢 就是說一下吃 吃呢 台灣呢 剛剛來的時候 其實就 最驚嘆的就是 他吃的價錢那個Wing 真的很寬 你幾十元吃飽過一次就有 幾千元吃不飽就有 但是幾千元都吃飽了 當然 我自己看回香港呢 其實你香港吃的價連物美 不是沒有 但是你容易找呢 我覺得沒有台灣那麼容易找 所以我覺得在台灣為什麼 生活在吃上面的 那個收支比是低一點 就是因為你真的很容易找到一些 好吃便宜的餐廳 在你家附近 那這個就有一點點不同 所以變成是 你想吃得便宜又好吃的話 就在台灣是方便一點 然後第二呢 我就覺得 台灣的日本飲用台式 是真的贏香港很多 我自己個人到現在為止 我真的這麼想 但是呢 暫時我們吃一些 東南啊 或者比較 在異國風情的東西呢 我們暫時在台灣呢 吃到好吃的機會呢 是低一點 但是不是沒有 因為試過中伏了幾次的了 已經 吃得越貴呢 中伏的機會越大 那所以希望如果大家 有些什麼覺得 吃過貴又好吃的 就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覺得來到台灣 我覺得食店真的 相對於香港來說 真的比較多 第一有可能是 因為我們剛來到 真的覺得真的蠻多 食店 可能新鮮感還是覺得蠻多 因為很多沒嘗試過 然後另外就是 除了剛剛 Alan說價格比較 那個range 可以寬一點 還有就是我覺得 台灣的食店 它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舉例來說就是早餐店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他們真的好像把早餐 跟午餐跟晚餐 有點區分出來 就是我是只做早餐店的 真的是你會想起來 早餐的時候 你真的會去早餐店吃那個蛋餅啊 其實我覺得他們早餐店 就是跟你說 我是早上開的餐廳 對啊 他的早餐我不覺得是早餐 為什麼 真的是台灣人的早餐 又有炒麵 又有漢堡 貼板麵 貼板麵 蘿蔔糕 蘿蔔糕 全都是我平常午餐的東西 是嗎 對啊 我的早餐真的不是這個 好好吃喔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很好 對 我覺得這個很好 因為你在台灣不害怕 沒有早餐吃 你只怕沒有午餐吃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就是 我們以前剛剛來到 有分享過的 我們經常都不記得吃午餐 然後拖到兩三點之後 找也都找不到午餐 的地方 因為台灣的午餐 是有個時限 所以除非連鎖店以外 那些小店 基本上午餐就是開到那個時間 你不吃就 你不需要吃的 沒得吃的 所以我覺得台灣 是將吃東西的時間 是分得很清晰的 是店頭幫忙 還有另外一些就是 那些小攤販 夜市 對夜市 也是比較 現在來說真的對比香港來說 真的是比較有特色 台灣這一點 旅遊的時候真的可以光顧一下 那些小攤販跟夜市 還有另外一點是我自己個人很喜歡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台灣有很多的豆花店 我超喜歡吃豆花的來到台灣之後 就是在香港你吃豆花 如果他沒有說是 什麼山水豆花這樣的 你不會對他很大的期待 你就覺得不會難吃 但是不會有在台灣的期待 吃個很好吃很滑的豆花的那種 滑 那種感覺 對 所以在台灣我真的很喜歡看到豆花店 我真的很想要嘗試一下它的豆花 多滑 這樣 好第三點是說住 那住呢 哪個低一點哪個大一點就不說 每個搵食 每個能力都不同 那些 但是只講了習慣上 我們就不是注意那些要追垃圾的地方 那但是我們工作的第二點呢 就要幫忙去追一下垃圾車 有時候 那所以都大概都知道追垃圾車 有什麼玩法 那你好像追得多一點的 你可以說一下 你說到追垃圾車的時候 我就覺得是一個 活動耶 好像是一個體驗 怎麼說 因為在香港不用啊 因為以前住在香港 你就把垃圾綁好包好 就放在門口外面 就有人來搜 快幾個步驟就解決 那在台灣好像他是一個 就是垃圾車跟你約了一個時間點 你一定要那天那個時間點跟他約好 在某個地方等 你很知道他來 因為他會播放一個音約 然後你就要在播放音樂之前 你在那個時間點 還有那個地點等他 然後拿著你的那些垃圾 應該堆積了蠻久的那些垃圾等他 然後你聽到那個聲音來 你就會有一種 哇我要快把這些東西丟上去的那種 那種積極性那種活躍性 然後要把那個垃圾丟進去 丟完之後都很輕鬆要走了 整個過程跟剛剛那個 就是幾個步驟丟在外面完全不一樣 所以在台灣 追垃圾車真的是一件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真的是需要一些行動力 那我覺得最後一件就是 就算我們現在住的地方 不用追垃圾車 其實我們都要特意走下去 那些地下室的垃圾房 扔的 但是香港真的不用 香港通常都是走廊 會有一個大垃圾通的 扔下去就是 那所以這個都幾不同 我覺得是台灣這裡 令到我覺得扔垃圾 我的責任是大的 是不是呢 我們就算要去樓下那些地下室的垃圾房 其實都要分好才可以扔 那香港真的 我沒有去過一些屋苑 或者某些朋友家裡的垃圾房 好像說要分類才懂得 我好像沒什麼聽過 那所以我一去 在台灣和香港處理垃圾 這件事情就真的幾不同 是居住環境來說 你剛剛說到在台灣的那些垃圾分類 第一個是我們真的慢慢就習慣了 或是被台化了 就是把那些廚餘真的會分出來 對 然後另外就是 就是我現在會有 會懷疑人生就是 有時候拿了那些外帶盃 它盃身是一個字 然後盃蓋是一個礁 我就會丟的時候 我就會問自己很多問題 到底這個是丟在一半垃圾 還是丟在可循環的那邊 還是要把它拆開 然後這個丟這裡 那個丟哪裡 我會很疑惑這樣 那麼最後呢 我們講完痕 我最主要我們就不是說交通 我只是想說是說旅行 因為我們以前在香港去旅行 就是本地遊 那你只會想到什麼長洲 逛一山 沒有什麼所謂本地遊的概念 那來台灣之後呢 就真的地大一點 就無緣無故今天 輕之勃勃 那早上早點起床 到台中 玩過半天 然後晚上開車回來 明天都還可以上班 那再不是花年遊 那你住哪裡 你住高雄就可以去台南 可以去恆丁 那所以在台灣呢 你要本地遊 真的有很多選擇 給你去玩 那所以呢 我覺得 台灣對於 行這件事 是比香港呢 我自己覺得方便一些 我覺得台灣這件事 是我們來到台灣之後 才享受到 那所以 所以我們當初買車 因為我們想好好享受 這個本地遊的優勢 對啊 你這樣說起來好像 在台灣是真的很容易 拿到那個小確幸 是因為 你不用戴護照片 只是需要戴身份證 你就可以從北 玩到南 就是比較方便 然後 真的是可以很容易 就可以拿著你的小行李 就可以去玩幾天這樣 輕鬆一下 對 輕鬆一點 香港有一句話就是 我們的鄉下是在日本 對 很多香港都會回答 就是會聊天的時候 朋友之間會 喔我們回鄉下了這樣 開個玩笑 對開個玩笑這樣 有一陣子有一些人 我的以前的同事 他們真的是禮拜五 五下班的時候 坐飛機去日本 然後禮拜一 就是 take a sick leave 然後 對幾天然後就回來 真的有這樣的人類 欸我認識 那幾天不是去日本的 去台灣的 台灣就不用 不要 take a sick leave 泰國也有 這幾點都是我們來台灣之後 住 覺得跟香港有不同的地方 也沒有說哪個一定好 哪個一定不好 因為吃東西 總是不會比台灣少 吃東西的方便性 又真的比台灣好一點 因為地勢一點 那些東西密集一點 那台灣又會有些東西 可能會很好的 我們很喜歡本地遊 也很喜歡居住環境 很喜歡那些人民的人情味 那兩邊都有好和不好 那看看你自己怎麼選擇 可能去旅行的時候 就會批評某些國家 地獄 又說某些國家不好不好 那些什麼 但是我覺得 你選擇那個玩 你都要知道自己 去那裡玩什麼 你去那裡玩什麼 你就不是玩那條街 那個龍目斌 你不是玩那條街 有沒有行人套 就是你是玩它最特色和最強的東西 你講完之後很啟發我 什麼啦 因為你真的說的沒錯是 我覺得生活的看不開心 是在乎於你 你說到重點就是 其實看你的需要 好像我們這對夫妻 在這個階段 我們真的覺得台灣蠻適合我們 真的身處於在哪裡 其實都是在一個地球圈裡面的某一點 然後沒有一個地方完全是完美的 肯定有它的好與不好 然後問題就在於你自己 你自己要選擇看它的好的話 其實你的快樂指數 其實比起一個人只是看到不好 想要一直改善那個不好不好的 我肯定是 就是著重於看到好的點的那個人 生活得比較快樂 然後我是選擇 這樣去看待我的生活環境 所以目前我還是覺得 嗯 我有很好的Alan 還有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生活當中的一些開心 我已經覺得很開心 嗯 最終的來說就是 你心態開心 你住哪裡都開心 那當然 那個住的地方可以滿足到你的需要 就更容易開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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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